迟来了将近30年的全国大赛 4月20日终于打响了 截至中国时间4月19日22点55分 电影灌篮高手预售票房突破1.156亿 超伶牙之旅预售票房成绩 成为中国影史进口动画电影预售票房冠军 上映首日灌篮高手的单日票房也已突破7000万 超过53%的超高排片 96.5%的票房产出占比 超过130万人次的超高人气 4月20日的零点场 第一批观众迫不及待的走进电影院熬夜看球 午夜时分梦回青春 这一次湘北五虎终于站上了全国大赛的舞台 代表湘北高中也代表神奈川县 与日本高中篮球的不败神话 山王工业展开了激烈对决 根据猫眼专业版 电影灌篮高手零点场预售票房突破2143.2万 炒蜘蛛侠英雄远征零点场票房成绩 继阿凡达2之后 又一次零点场爆满盛况 进入中国影史零点场票房前十 当主题曲直到世界尽头响起 热血沸腾青春回来了 作为最知名的日漫IP之一 灌篮高手可谓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灌篮高手最初是由日本漫画家 锦上雄艳创作的以高中篮球为题材的漫画 1990年开始刊载 1993年灌篮高手同名电视动画片播出 1996年6月宣布完结 上个世纪90年代 灌篮高手被引入国内 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从漫画完结到2022年12月3日 电影版灌篮高手在日本上映 观众足足等了26年 灌篮高手是日本文化厅 媒体艺术100选中排名第一的作品 漫画家、评论家、书店店员、读者 总选漫画师50年排名第一的作品 集英社、周刊少年Jump 历史上销量最好的作品 连载期间霸占封面时间最长的作品 荣誉是说不完了 言而简直 无论是动画还是漫画 灌篮高手都是具有画时代的超强影响力 电影版灌篮高手仍然由景上雄雁指导 时隔26年 当年的热血少年漫 在原作者的笔下也有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景上雄雁曾表示 26年过去了 自己心中的视角和价值观 与其说是改变不如说是扩展了 经历了痛苦 种种不如所愿的事情 和大家一样 无限的潜力不是人人都有 生活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伤痛 如今的自己可以从这样的视角来描绘 这样的中年回望 也让当年意气风发的高中生们 在比赛中交融了更多的人生旷位 除了励志之外 这部电影里还有许多 是关于我们该如何与人生的遗憾和解 如何在关键时刻做出选择 曾经被灌篮高手所激扬的少年们 大多是80后 不少人如今已经自称是疲惫的中年社畜 但和这样一部电影联系在一起时 熬夜似乎是一种和青春超配的打开方式 电影灌篮高手讲述了 以工程良田为视角下的全国大赛一战 小个子的第一后卫工程 这次作为主角出现 是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恐怕就是因为工程就是 锦上熊燕自己的形象投影 锦上熊燕高中时开始打篮球 但是一米六几的个子只能打后卫 他所在的学校也并不是什么体育名校 他和他的球队在现大赛里 每年都很早就被淘汰 他并没有像鹰幕、刘川、仙道一般的天才能力 只是一个望着他人前进的普通球员 剧场版以跟锦上本人身高 位置相当的工程为主角 就这么显得理所当然 而工程看着队伍一步步走向称霸全国 应该也是锦上在学校时候的梦想 有一批杰出的队友一起奋斗 一起站上最高的舞台 所以工程就是锦上熊燕自己 宣告天下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接着聊